一名与中国明星刘晓庆同名的女富商 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 套现近19亿被当局抓捕 两年前 刘晓庆曾以A股最年轻的女董事长为人知晓 2010年她还登上过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陆媒报道 3月13日 陈新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德群 原董事长刘晓庆 原高级管理人员林春林 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 被采取强制措施 陈新科技发布公告称 目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正常 该事件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刘德群和林春林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刘晓庆目前出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外 未担任其他职务 两年前 刘晓庆曾以股票最年轻的女董事长为人知晓 两年来 刘晓庆与其父减持公司股票套现 金额近19亿元 与其父一起被刑事拘留 报道说 2016年 当不少同龄人还在为生活奔忙时候 10年29岁的刘晓庆 就已经以8亿身家成为上市公司台乔海参 现更名为陈新科技的董事长 也是当时股票市场上最年轻的女董事长 刘晓庆的成功之路非常简单 因她的爸爸是台乔海参的前董事长刘德群 而这对妇女最近再次吸引市场关注 却是因为两则公告 3月13日午间 陈新科技称 刘德群 刘晓庆等人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 内幕交易被长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 14日晚间 陈新科技称 刘德群 刘晓庆合计约4.6亿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32.3% 已经被冻结 此外 陈新科技已经因已披露重大事项 于3月13日起临时停牌 资料显示 陈新科技前身是台乔股份 主要从事海参品鸟和维艳海参的防御养殖 是一家靠卖海参发家的公司 改名为陈新科技前 台乔股份还曾用过台乔苗页 台乔海参等证券简称 从2016年到2018年年初 频频发布更名公告 据公司此前的公告 2016年10月10日 刘德群因个人原因 向台乔海参的董事会提出词去董事长 总经理等职务后 29岁的刘晓庆接任了董事长职务 总经理则交由他人担任 刘晓庆在那时也成为股票上市公司中最年轻的女董事长 根据招股书信息显示 刘晓庆大专学历 2008年3月 年仅21岁的刘晓庆就当选了台乔海参的董事 并担任销售部经理的职务 2010年刘德群与其女刘晓庆以35.5亿元人民币的 共同身家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306名 2018年3月12日 陈新科技公司公告宣布 因公司经营业务发生改变 选举董事冯文杰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刘晓庆现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但仍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中共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14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 政协新一届领导层全部产生 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当选新一届政协主席 3月14日下午3时 中共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选举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不出所料当选新一届政协主席 公开资料显示 汪洋1955年 现年62岁 中国安徽素洲人 1981年 10年26岁的汪洋被任命为 中共共青团安徽省素县地委的副书记 从此进入仕途 2005年 汪洋空降重庆 接替黄震东出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2007年值七大 汪洋当选中央委员 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2年换届年 汪洋入场呼声甚高 但随后传出江派势力阻击 令汪洋无援入场 18大后 汪洋受习近平重用 风头完全盖过了政治局常委 常务副总理张高丽 19届一中全会上 汪洋晋升政治局常委 在七名常委中排名第四 与于正升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排名相同 按中共惯例接任于正升的中共政协主席一职 有分析认为 汪洋新任中共政协主席后 将直面三大挑战 包括民族宗教问题 与知识分子如何相处问题 如何密切联系新社会阶层人士的问题 中共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 港澳台办公室合并传闻落空 但据港媒消息 中共党内港澳和对台领导小组将合并 由习近平亲任组长 两个副组长王沪宁和汪洋分管港澳和台湾事务 3月13日 香港01报导称 中共港澳工作系统内盛传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将与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合并 组成港澳台工作协调小组 消息称 新组建的小组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组长 且设两副组长 一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处理港澳事务 一是政治局常委汪洋 处理台湾事务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兼任该小组办事机构主任 令设两名副主任 其中一名是港澳办主任张晓明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目前由习近平担任组长 副组长为汪洋 以国台办为办事机构 而上一届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为张德江 此前盛传将由接替张德江的常美丽战术继任组长 香港01引述消息说 习近平亲自接管港澳事务 反映对香港问题的重视程度提升 或预示当局未来对香港会有更多大刀阔斧的手法出台 消息人士表示 由于港澳 台湾两个工作系统截然不同 即使港澳办与台办合并 也要保留两套人马 因此合并没有实际意义 而两个领导小组是决策架构 合并可促进效率 更有利宏观决策 香港01还引述建制派高层表示 并未收到两小组合并的消息 但对此说法不感到意外 此次中共两会上 出席港澳政协委员联组会议 及港区人大代表团会议的 分别是赵乐际及王沪宁 而非按照传统由汪洋吉利战书出席 外界已猜测港澳工作人士有变 据说赵乐际还在会议上半说笑地说 他是带人出席 外界观察 如果港澳和对台小组合并 也可能是为习近平集权的需要 习近平已经亲任十几个党内领导小组组长 几乎总管所有党政事务 这次合并港澳台小组 可将此前将派掌握的港澳事务收归齐下 据自由亚洲电台 香港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披露 王沪宁3月6日出席香港地区 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小组会议 出席会议的还包括 中共港澳办主任张晓明 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 中联办主任王志明等中共官员 港区中共人大代表团副团长 黄玉山会后表示 王沪宁对香港有五点要求 首先要确保基本法 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 不走样 对港独灵容忍 要严厉对待 甚至要严厉打击等 然后 王沪宁话锋一转开始警告 明白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制权 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 这句话语出惊人 同时 中共政协主席于正升 3月3日发表政协工作报告 其中在2018年的工作部署中 涉及港澳部分 仅以一具加强同港澳台乔同胞团结联谊 动员中华儿女共担民族大义 共援中国梦带过 而没有以往报告中的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等内容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 中共的官方报告向来自真具卓 所以并不是无心遗漏 他说 令人非常担心 是不是尝试发一个信息给香港人 如果香港人再不臣服于中共的统治 他会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政策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 郑宇硕表示 这几年 特别是2014年的占领运动以后 中共领导层对香港的政策已经不太重视 一国两制 的两制 以及高度自治 而且还利用港独这个议题 不断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香港资深大律师 前公民党党魁梁嘉杰认为 在习近平表达全面管制香港后 今年的政协报告 值则不提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等 值得关注 近几年 港人及海外媒体一直批中共对港人的承诺 已开始走样变形 此前 海外党媒还多次预测 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后 可能主管港澳事务 外界也曾传出中共党内港澳 对台和外事领导小组全部合并的消息 外界还曾盛传 国务院港澳办 台办将合并 成立国务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 不过 在国务院3月13日提交人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 台办 港澳办 桥办都没有调整 仍各自独立 担任16年 中共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本届两会上退休 12日 有英媒披露 2015年周小川在央行的一个决定 震惊全球市场 令中国市场陷入剧烈动荡 导致大量资本外流 值得关注的是 当时大陆正爆发时上罕见的金融股灾 这场股灾 被指示将派针对习近平当局的金融政变 英美金融时报3月12日报道 中共任职最久的央行行长周小川 于9日在最后一次官方记者会上说 北京当局正在着手处理高负债问题 他还预计2016年底实施的资本管制措施 将被逐步放宽 3月19日 当局将确定周小川的接班人选 报道披露 周小川在其职业生涯中最低迷的时刻 央行于2015年8月突然宣布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方式 做出技术性调整 此举震惊了全球市场 报道说 当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单个交易日内 较中间价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2% 这项调整实际上是在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方面 给予市场更大的话语权 为人民币成为IMS认可的官方储备货币铺平道路 但是央行宣布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1.9% 导致上述改革引发全球市场担心 一次性贬值后 包括周小川在内的中共高层 在长达6个月时间里对此保持沉默 在此期间 市场陷入剧烈动荡 大量资本外流 周小川的一位顾问说 那是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沟通失误 直到最近 中国才从这一失误中恢复过来 值得关注的是 周小川的上述重大失误 恰恰发生于2015年大陆爆发的大股灾期间 这场股灾被指示江泽民集团 针对习近平当局的经济政变或金融政变 周小川的这次失误 更是中国金融市场雪上加霜 港媒前哨杂志曾透露 在2015年股灾发生之后 身为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 奉旨冲破周小川金融禁币采取措施 才使股灾乐然停止 港媒争明杂志也曾披露 李克强在同年4月初就已发掘股市异常 之后两个月内连续六次批示警惕泡沫 极为异常的是 李克强的批示竟然位在央行 证监会及国资委等关键部门内部讨论及公开传达 对此 李克强强烈不满 在一次中共会议上 李克强怒斥洗钱活动泛滥 并指中共金融界高层经贸界高层以及公安部门等有内鬼 他警告 这场金融风暴来自于内部因素 是内部出现了很不寻常的问题 一定要一查到底 在会上 李克强点名批评央行行长周小川 时任公安部长郭升坤等 2015年7月初 在为期三天的股市及金融市场会议上 李克强又一次以不点名的严批周小川和中正监委主席校刚 搞小圈子 内斗 互相推诿 甚至影响到旧市 据称 李克强一改昔日的举止 一度用茶杯敲杂桌子 消息称 李克强在旧市会议上 还曾对周小川及财政部长楼纪委发火 周小川与财政部部长楼纪委倾向 紧牙膏事就是 但李克强大发雷霆 强硬地说 你们回家挤乃去 我要暴力就是 李克强质问他们 都见识过 经历过国际金融风暴 怎么会没有掌握 洞察到股市的隐患 怎么会没有部署应对化解突然袭击 人为制造危机的措施 针对股市持续震荡 大陆知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曾经连发微博指出 中共内部的贪腐利益集团企图发动的这场金融政变 目的是搞垮中国的经济 而这场策划又一环套一环 天衣无缝 资料显示 1948年出生的周小川 自2002年12月接替戴向龙出任中共央行行长 到2013年已到65岁退休红线 但周小川竟升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 并破例留任央行行长 也打破了中共国务院下属部委负责人 不超过两届任期的传统 周小川背后究竟有何人撑腰 让他超零服役 署名法道记的文章 批爆了周小川背后的支持者是江泽民 周小川被指示江泽民在财经领域的代言人 或者操刀手 在胡温时期的经济领域 周小川秉承的就是江的意志 文章披露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是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与江泽民同在机械工业系统多年 周小川本人是经济科班出身 之前任过外汇局局长 证监会主席等职 练权的江泽民 在2002年交班给胡温之前 在中共中央 军队以及国务院大肆提拔安插亲信党羽 占据了所有关键职位 为以后的垂帘听政 继续掌权铺路 目前 习近平当局掀起的金融反腐风暴 仍在持续中 有观点认为 作为超零服役 身后有着不一般的江派背景的周小川来说 能否安全着陆还是问号 一名与中国明星刘晓庆同名的女富商 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 套现近19亿被当局抓捕 两年前 刘晓庆曾以A股最年轻的女董事长为人知晓 2010年她还登上过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陆媒报道 3月13日 陈新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德群 原董事长刘晓庆 原高级管理人员林春林 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 被采取强制措施 陈新科技发布公告称 目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正常 该事件未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刘德群和林春林均不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刘晓庆目前出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外 未担任其他职务 两年前 刘晓庆曾以股票最年轻的女董事长为人知晓 两年来 刘晓庆与其父减持公司股 1955年 现年62岁 中国安徽素州人 1981年 10年26岁的汪洋被任命为 中共共青团安徽省肃县地委的副书记 从此进入仕途 2005年 汪洋空降重庆 接替黄震东出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2007年直期大 汪洋当选中央委员 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2012年换届年 汪洋入场呼声甚高 但随后传出江派势力阻击 令汪洋无援入场 十八大后 汪洋受习近平重用 风头完全盖过了政治局常委 常务副总理张高丽 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汪洋晋升政治局常委 在七名常委中排名第四 与于政生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排名相同 按中共惯例 接任于政生的 中共政协主席一票套现 金额近十九亿元 与其父一起被刑事拘留 报道说 2016年 当不少同龄人还在为生活奔忙时候 十年29岁的刘晓庆 就已经以八亿身家成为上市公司台桥海参 现更名为晨新科技的董事长 也是当时股票市场上最年轻的女董事长 刘晓庆的成功之路非常简单 因她的爸爸是台桥海参的前董事长刘德群 而这对妇女最近再次吸引市场关注 却是因为两则公告 富豪榜第306名 2018年3月12日 陈新科技公司公告宣布 因公司经营业务发生改变 选举董事冯文杰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刘晓庆卸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但仍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中共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14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 政协新一届领导层全部产生 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当选新一届政协主席 3月14日下午3时 中共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选举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不出所要当选新一届政协主席 公开资料显示 汪洋大事项于3月13日起临时停牌 资料显示 陈欣科技前身是台桥股份 主要从事海珍品苗和维燕海参的防御养殖 是一家靠卖海参发家的公司 改名为陈欣科技前 台桥股份还曾用过台桥苗叶 台桥海参等证券简称 从2016年到2018年年初 频频发布更名公告 据公司此前的公告 2016年10月10日 刘德群因个人原因 向台桥海参的董事会提出词去董事长 总经理等职务后 29岁的刘晓庆接任了董事长职务 总经理则交由他人担任 刘晓庆在那时也成为股票上市公司中 最年轻的女董事长 根据招股书信息显示 刘晓庆大专学历 2008年3月 年仅21岁的刘晓庆就当选了台桥海参的董事 并担任销售部经理的职务